我一直在欣赏听他们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这完全打破了我 我知道林先生非常的非常的不得了 但是律师嘛 永远有个习惯的观念 对律师的一个判断 很尖锐 很锋利 很硬 但是整个这个演讲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像谁 余生你刚才说的一样 像看了一部短片一样 对 电视连续剧还是 像个电影 他在说的话外音 而且那个画面当中 而且电影的最高潮 对我来讲最光辉的地方 是那个法官跟你单独聊天那个时候 他最后拍了拍法官的肩膀 一下子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画面太好看了 画面感 所以我觉得整个 最后带着的画面感 那个画面感 最后我站着你 给我带着那个高度上来 后边全都对了 而且当时那个医生来的时候 我都知道后边的故事 就是不会像你所相当 但是因为那个法官 老法官的形象 在我心目当中 一下树立起来了 就是法官在法律面前 是理重要啊 还是情 这两个真是永远说不清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整个特别享受 我只能说我坐在这里边 完全享受 而且享受着 包括几位导师跟你聊天的时候 所有的信息在 充分享受过程当中 谢谢 而且刚才这个金星老师讲得特别好 就是法律其实是有温度的 对 过去我们认为啊 法律是冷酷的 很严格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 对 比方说这个前段时间 我们知道有一个得白血病的 在湖南有这么一个人 他呢 你知道在中国买这种药啊 一个一盒药两万多块钱 对 根本吃不起 很多像他得一样这种白血病的 最后呢 他就跟印度买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敢什么呢 就强制使用专利 他印度也跟这个大药厂 西方的大药厂打官司 就是说 我为了公众健康的理由 我就是要强行 可以使用你这个专利 所以印度这种药非常的便宜 而且大家伙要一起买的话呀 最便宜到几百块钱一盒 于是这个人他不但自己买 他帮助好多人去买 然后为了这个呢 他办了这种别人名字的这个信用卡 最后好 被法院逮住 这算是什么伪造信用卡罪呀等等 这个案子我看到了 这个案子有他一些罪名 但是你知道最后湖南的这个法院 他的最后这个判词 看了我都觉得心酸啊 就觉得 就觉得哎呀 咱们中国的法院 也能够有这样温暖的表示 就是说啊 说这个人他自己没有谋私利 他为了这么多病人能够便宜的买药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他所做的这个贡献 让我们可以理解他采取的这种行为 相比之下他的这种行为 所应受的处罚是极轻极轻 所以判决他不予起诉 我对这法院肃然起情 这个漂亮 就是你觉得 进步了 进步了 有温度的